告诉我,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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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大字报,高喊口号,代表16万名演艺人员的美国演员工会 因为与主要制片商及串流平台的劳资协议破局 影视业星期五展开1980年以来的首场罢工 先前好莱坞的美国编剧工会已经为此罢工11周 如今影视业演员也加入罢工行列 意味着后莱坞出现1960年以来首度的双重罢工 形同全面瘫痪 我们一直在支持创作者 我们有些问题是相似的 其他问题是相似的 我也是创作者,我也是在创作者团 我认为是一直在数据 现在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者团 我说到最后的一件事 我说到最后一件事 我说到最后一件事 是现在你不能跟两个联系 恭喜 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都认为 会员在现行制度下已经无法获得应有报酬 串流及AI的缺起更让问题加剧 要求明确对AI在文字创作 演员肖像权使用上定处规范 但两个工会和美国影视制片人联盟的谈判 都宣告破裂 因而启动罢工 期间会员除了不能参加电视与电影拍摄 也不能有任何宣传行为 一些演员和编剧更在新旧 走上纽约和洛杉矶街头 捍卫自身权益 女城市参加电视 好莱坞片商之前被爆出 要让编剧经历残酷的必要之恶 只要坐等罢工者穷到卖房子 工会就会妥协 消息震撼所有好莱坞老公 僵持的举事 预估拖到秋天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片商担心如果对编剧让步 其他部门的从业人员也会纷纷效仿 所以才会坚持不肯妥协 但美国演员工会也对此表示 别低估会员们的罢工决心 这场罢工的结果 预料将从此改变好莱坞内部的游戏规则 未经许完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的开启